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线上的展览 它的名字叫千年营造敦煌建筑之美 千年营造敦煌建筑之美 这个活动是由中国宋庆龄的基金会 敦煌研究院还有省春池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 是三个单位共同主办 共规划了九个主题 然后展出百建作品 百建展品和专题的影片 最棒的是它还结合了VR虚拟实境技术 来跟大家分享介绍敦煌的建筑 历史和艺术风格 那此刻开始一直到7月15号为止 大家不用出门人在家中做 这很棒 因为你去人多的地方 我从小我爸妈就教我 不要去人太多地方 那现在对 虽然这个疫情解封了 那常态化了 然后大家生活也回归常规 但我觉得有个好处 为什么呢 三个单位 他们一定是挑精减受 寒阴菊华的 找出最棒的作品 然后特过现代的科技技术 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说你坐在家里 打开你的电脑 甚至手机 你就可以看到千年的 千年以来的这些很棒的 跟艺术和建筑有关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 省春池文教基金会的副秘书长 范江太基老师 还有台湾艺术大学的 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所的 李前朗李教授李老师 一起来我们现场 跟我们来分享这次 真的很难得的千年营造 敦煌建筑之美 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 谢谢 姚春哥好 我右边的这位就是李前朗教授 然后再过来就是范江太基老师 两位来 谁先开始说 为什么要办这样子的一个展览 好 我先来 谢谢姚春兄 这么精彩的饮言 没有没有 要做一点功课 您把我第一题都讲完了 真假的 真的吗 不可能啊 好 我们省春池基金会 从2016年开始就跟 呃 宋庆龄基金会 跟敦煌研究院 开始在办这个敦煌展 哦 从16年开始就办了 哦 那前面两届是实体展 那呃 16年到现在也过了七年 是只有两届 是三年一次 还是 呃 我们今年是办第四次 因为中间有疫情的 OK 对 那前面两次是实体展 哦 实体展就是敦煌研究院那边把敦煌的一些文物 用非常高清高画质来做纺织的这个物件送到台湾来 那个那种东西要不要要要要不要保险 哦 可能要 那个也要 可能要 也是要 哦 OK 那送到台湾来了以后 我们就安排各大大专院校的行程 然后我们进去巡回 哦 然后请学校的老师来帮忙开课讲解 哇 那等于说呃 大专院校相关科系的同学就可以在课堂上里面看到非常仿真非常清晰的敦煌的这些文物 哇 这是前两年 那都是都是实体展的那你那些那些所谓的妇科的东西要带到学校去 是是 那那个那个量要多大吓死人哦 是而且尺寸很大 货汇车哦 都要货汇车吧 这只要呃我们能够推广技术上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克服 OK 这样哇 那所以这个是前两届的一个状况 那后来因为有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这一两这两次后来这两次就是用线上展的方式 是那线上展的话更可以突破一些地域的疆界对那所有的学生其实都可以同时在线上来看这些更清楚的画面在自己的荧幕上面 是现学生吗 其实一般民众都可以来来参加 OK 好那我们有特别推广到校园里面去 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特别请李前朗老师来帮我们做导览跟解说的原因 哦要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从小这我那个世代了大概 我六十几岁嘛我们我们当然大概大概大概知道敦煌的重要性 但是应该新世代的朋友 除非你有特别的艺术或文化学习要不然一般人可能对敦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嗯 对不对 或者说你你你去过但去过 也是浮光略营也没有像老师们这么深度的在在介绍 可不可以讲一下敦煌到底他的重要性在人类的这个艺术或建筑上面 他的重要性在哪里 哎我们从小时候都知道有所谓河溪走廊 是 河溪走廊 河外的河是黄河 是 十年河东十年河溪 这个河东湿吼 他这个在黄河以溪啊 一般来讲的话气候跟河东是不一样的 比较干燥 那比较接近沙漠地区 特别是新疆有这个沙漠 那这个呢 是一条狭长的一个山谷 我们说这个赫兰山 我们说这个昆仑山 他夹着这个河谷 在古代呢 东西的交流啊 就靠这个河溪走廊 这个河溪走廊呢 就是今天大概是甘肃省 所以各位如果看这个中国地图 在甘肃啊 他就像个哑铃一样两头稍微胖一点 东西还细细的 也像狗骨头 对对对对 那在古代 这个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地方 你讲的狗骨头 狗啃的骨头啦 不是狗骨头 对对对对 那个假的骨头 那刚好他就是交通的药金 你从中原你要到西域 或者到所谓的西亚 你会得经过这个走廊不可 但他跟思路是不是有一些存在 他就是思路的起点 思路的起点是长安 那长安往西就是河溪 一直往上就到了新疆 哈里木盆地 再过去就到了阿富汗中亚这一带 也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交通的药金 所以药金就是你必须经过这里 你不经过这里的话呢 可能会有很多危险 可能会有盗贼会抢你 那经过这里就不会 因为这个地方他有所谓的 河溪走廊 有五威张义九泉 敦煌 有四个郡 现在就是四个小都市 政府派兵驻守 在保护 保护你啊 所以你看玄政法是从 这个长安出发 他要到印度去取经 我们现在在讲 那你从这个南方 从云南去 去过缅 缅甸不就可以到印度吗 没有 他是走河溪走 比较安全的意思 不是他有敬畏队 不过他也讲 他也讲 最西边有一个叫做阳关 西出阳关 无故人 故人指的是朋友 我这样听起来就心里面就有一点那种 孤独的感觉了 对你怎样 出了那个阳关 无故人 无故人 故人不是死去的人 是朋友 老朋友 出去外面人不认 不认得了 人家也不认得我 他认你的钱 哎呦 都是盗匪 都是盗匪 真的都是盗匪 尽是盗匪 原来 那敦煌呢 你刚刚 敦煌就在阳关之前 算是最后一战 那因为可以停留 还算安全 那些供养人 就掏钱出来 因为你为了保平安 掏钱出来 请雕刻师 画师啊 雕佛像 也因为这样才会有 老师 老师 那雕一个两个 十个八个够了 他雕 雕那么多 问题他是几千年 从魏晋 陆陆续续 不是一年 所以他从魏晋南北朝 因为上面他会落款 譬如说我捐钱 我雕这么一个墙壁 对不对 那我叫做供养人 通常他墙壁比较高的地方 是灰天 中间是佛 最底下呢 雕的是我 叫做供养人 所以 如果我们捐钱 还要把我们的像也放在里面 那才知道是你捐的啊 看个名字就好了嘛 不是谁知道 就像去佛光山 老师去佛光山 我说他们不适智的居多 嘿 雕形象 哦 不适智 原来哦 我们你看小时候课本都没讲这个 对对 这上面是飞天 乐际 演奏音乐 中间就是三世佛 好几个菩萨 万佛的 还是不止三个 所以底下呢 就一排啊 供养人 供养人就出钱的人 老师那这跟历朝历代的 这个这个这个当权者 当朝者的宗教信仰也有关吗 有 大部分的帝王啊 为了这个国泰民安啊 他们会借的宗教啊 他自己可能也是很虔诚的信徒 像唐朝啊 他皇帝自己都是 都信 都信哦 但是呢 老百姓呢 也会跟着这些王公贵族也就信 那有一个观点是说 这个他们是用这个宗教啊 然后来统治比较方便 如果是不从这个观点看 政教合一啊 对 那就是西方东方都一样 这个保平安 帝王也要保平安 国家才能够安定 可是可是为什么都集中在东皇来做这件事 你这个问题太好了 对因为他东方也有 像这个河北享堂山 山东 这个四川大竹 山西云缸 最主要是因为河西走廊啊 它干燥 容易保存 我说西出阳关 它已经快到沙漠了 干燥呢 是这个文物保存的 最好的 最好的条件 难怪那个什么 美国有一些那种不飞的飞机哦 放在沙漠里面 对哦 它也不会生锈 可以摆个一百年 它不会生锈 原来是这样子 那可是可是老师 那那么多的 前前后后到底多少年啊 魏晋南北朝 就是我们讲西元五世纪 西元五世纪开始 那一路都有作品往那里放 对它是连续的 因为这个骆驼对商啊 是不停的 可是哪有那么大的面积给它 当成这个 场域来雕啊来画啊 这个又是地理条件 因为它是石头山 那这个石头 它并不是像我们花莲那个 花钢岩 或者是大理石 太硬它又不好掉 它带点砂质 砂岩 所以比较好雕 可是还有我 老师我是问题而同了 那除了这以外 还有那么多的染料 就是颜色 那因为时间的不同 它的进化也不一样 对对对 有的会可以维持的比较久 有的会垂涩 对不对 就跟西方的湿壁化差不多 它大部分有变质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颜色有的很黑 其实它原来不是黑 它是红色 但因为它用了两种 对两种 一种是矿物质 一种是植物性的 染 染剂 染剂 原料 有的会变质 哦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颜色 并不是完全是它当时涂上去的颜色 都变了 它会变 没有办法进一步的 给它好好的保存保养 就让它不会变 没有办法像博物馆一样 它现在也想尽办法 它现在有些时候啊 把最好的部分 它把它拿下来 把它切下来 这样可以吗 它没有办法 有些时候啊 你为了让它延年益寿 你只好改变它的条件 它放在那里 有些时候日晒雨淋 就是 所以有些时候 你可以看到那个枯 什么枯什么枯 它前面还有很多屋檐 它就是在防晒 挡光跟挡水 你看古人他用这个方法 也是想要让它延年益寿 它才能放到今天啊 可是会不会就是 颜色越来越淡 或者是说有些风时 或是水时 都会 还是有 所以人家现在中国大陆 敦航研究所 他们想尽办法在那个 岩石山的上面啊 把水在上面就把它挡住 让它水不要进洞 可是有些东西 老师那个地理 以前地理课里面 有时候我们看不见 然后它在里面一直往下 里面低 那这个没办法 没办法 从山上置 置它的本源 你不要置那个标 OK 因为它后面就是一座山 山后面叫明沙山 大家去顿房啊 去划那个沙 有没有 后面 其实是沙 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历朝历代的人民 有钱人 或是当官的也好 或是富商俱古 他们要这个尊敬 然后他们就花钱 然后去请工匠 当时的艺术大师去帮 那老师那这些东西 它跟宗教有关 但它在艺术史上 那当然 它的那个重要性到底怎么样 世界给的评价是什么 那非常高 非常高 最主要是因为呢 它是魏晋南北朝 就五世纪六世纪 那唐初唐中唐 就这开元天宝年间 这个时候的中国的艺术啊 如果是紫本的 嗯 老早就 湮灭掉了 哦 如果是木结构建筑轮 大部分都浮水掉了 回水了 只有这个地方 因为它太干燥 它竟然把它的形象留下来 哦 那我刚才还跟 这个 樊江先生讲啊 原来啊 我们可以用啊 这个虚拟的来看它了 因为真正的建筑物啊 已经不存在了 唐朝真正的建筑物 哦对了对 它是一个缩小板 因为它是壁画 嗯 它是石雕 嗯 它当然是缩小板 哦 但是也是当时留下来的 见证 嗯 所以你现在想知道 唐朝建筑物的屋顶 是红色的还是黑的啊 我知 你来看 看这 啊 真的啊 对啊 那里面也画了 也有这种 有哦 当代的建筑图像 图像 而且还有工人在盖房子 是先立柱子 还是先 做屋顶 他 老师你研究那么细 有建造房屋的 形象图 老师是不是现在的这张图 就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这张 算不算 这个是吗 这张海报 房子已经盖好了 好 我们 精变图 我们进一段 讲话带回来啊 就请两位专家 两位老师啊 跟我们来介绍 敦煌里面 伟大的艺术作品 包括了 佛像 包括了建筑 还有很多很棒的东西 我们进一段广告 我们继续回到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现场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贵宾 一位是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的副秘书长 范江泰基老师 另外一位 国宝了啦 台湾艺术大学的艺术管理和文化政策研究所的李前朗教授 我们今天聊的是 此刻开始一直到7月15号 有个线上的展览 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千年营造 敦煌建筑之美 千年营造 敦煌建筑之美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你们把这个字记住 然后呢上网 你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非常高的这个艺术价值 文化价值 历史价值的这个展览 那我们继续请老师 好 来来给我们来来来解说 嗯好 这个图 对 来 一般来讲的话呢 我们看敦煌所有墙壁上的图啊 是 最著名的啊 就叫做金变图 很多人问我说 金为什么要变呢 我说这个是白话啦 因为佛经啊 它是从这个梵文 就是印度翻译到中文 早期翻译的人 有些时候道行不高啦 也不是什么教授 他都是那商人 因为你骆驼 自己翻译 骆驼对商 你进进出出河西走廊 那他们就会懂了一点啊 印度语 印度话 对不对 做生意 对对 半桶水 对对半桶水 那他就翻译 就是因为他们翻译的不好 玄奘法师就是非常不满意 哎呦 亲自跑一趟 是这个原因吗 所以他花了19年到印度留学嘛 然后他就吸出阳关了 而且他还偷渡 因为当时呢 唐太宗啊 不喜欢这个 国师级的和尚啊 远渡到印度 他不喜欢 他不要他去 哦 但是他就因为看到那个 一般商人义的那个佛经啊 他非常不满意 玄奘法师他怎么敢 武力皇帝呢 但是他 那不是要杀头啊 但是他位置够高了嘛 到后来他19年 他从印度回来啊 唐太宗在城门迎接他 哦哇他真的是 不只是国师啊 对 前贤进士 他本来是禁止他出国了 最后人家道行那么高 他回来 开城门迎接他 好过瘾啊 天啊 对 玄奘法师 比西游记好听 对 跟唐太宗是同一个时代的 同一个时代的 好啦 现在来到你刚才的问题 是是是 那当时世智者不多 哦 当时文盲太多了 那佛经呢 这是唐朝的时候 诶唐朝也是也是只有李白杜甫他们懂的 是哦 那一般人啊 一般人 四字不多啦 是哦 斗大的字不到一旦 一旦有没有几个斗 你已经都不错了 哦 所以佛教他为了要弘扬活华 他想出一个办法 开课 以图四字 哦 所以这些话 其实不是美术的功能 来这个表现这个某种 什么之美 哦不是 这要表现佛经的含义 教化的功能 对 完全就是教化 所以他把佛经 转变成图 佛经里面讲的婆娑世界 讲的这个西方 哦 他讲的这个 佛 哦 还有这个罗汉 还有菩萨 佛有很多等级 是是 最高级就是佛嘛 是 再来是菩萨 是哦 再来是邪士菩萨 小菩萨 是 再来就是金刚力士 罗汉 罗汉就是和尚 最低阶的 这一切 用图像 来代替文字 老师你这样讲 这样叫金辨图 哦 你这样讲 我就想到 其实东西方差不多 差不多 埃及也这样 埃及也是这样 其实成立上也是 对 都是图案 可是差别在哪里 我们是教化 对 他是为了政治管理 所以他们的艺术家都是服务皇室 他们政教合一 所以法老王自己可能就是祭司 他自己也上场 但是中国他是这样子 因为在唐代的时候 有些皇帝 他自己姓礼 像我一样姓礼 当然自己姓礼 不然别人 他就认为是黎尔的后代 哦 太上老君 就是要 哦 所以他会姓道教 哦 哦 像唐玄宗 那个很会戏剧的这个唐玄宗 他就很姓道教 哦 但是他当时佛跟道啊 是敌对的 可是佛还跟一个 比较关联 比较连在一起 就是儒 儒教思想 早期他们也敌对 因为 啊 孔子说 不知生焉知死 佛教专门在讲死以后的 轮回 对 他说你这个生啊 你不要怕 马上呢 你就有轮回 只要你做善事 也是教人做法事 六道轮回 对啊 早期他们三个思想 如是道啊 互相之间不合 现在是三教合流 彼此不同意 不斗争哦 斗争哦 所以我刚才不是讲吗 这个唐玄宗啊 他自己姓李嘛 对不对 他就说李尔后代 对 他就会尊重道 尊重道的结果呢 那些道士啊 就会去讲 佛或儒的坏话 我们现在讲的 所以从现在的这个词语来讲 李老师刚刚讲的 金辩图 其实就是一种行销的功能 对 佛教的行销功能 佛教的行销 原来哦 不过道教后来他也学佛教 他们也画壁画 哦 画那个 画那个 那个 那个道教的神仙图 因为道教讲的是神仙 老师会不会是因为 呃在早年 可以应用的载体载具 或是表现形式的 媒材不够多 所以他们才用 没有错 没有他们最多也是画画 要不然就是音乐 所以很多音乐 其实最早是宗教音乐 哦 你看那个佛经啊 帮佛佛佛这样唱 有没有 还有道教 那他就有音乐 哦 把传教的义礼 放在音乐里面 是是是 好 老师那这张图 对 我们现在当成 这个post format 这张图啊 就是很出名的 金辩图 那在敦煌这样子的图 不下二三十佛以上 哦 有的还更大 是 那他的目的呢 就是藉由这样子的 一个图像 让你看到了 佛教的某些义礼 怎么讲呢 这这这这张有什么义礼 哎我跟你讲 你这张图描的 你把所有的佛像 所有的乐技 跳舞的乐技 跳舞的 还有演奏音乐 他把它省掉了 通常啊 在这个正殿 这个就是大雄宝殿 是 他的中间呢 会有佛像 哦 都一样 释迦摩尼佛 是 那旁边呢 就是所谓的菩萨 文殊 普贤 哦 释迦摩尼的旁边 还有他的弟子 哦 那个前男弟子 哦 欧男弟子 有两个弟子 哦 所以就变成 一佛 二弟子 二菩萨 哦 二金刚 哦 他有一个标准配备 哦 那旁边呢 就会有更多的出家人 罗汉 哇 很多罗汉都在这个地方 这怎么看得出来 看不到 因为他这张图 省略一点 他省略 他没有把它画出来 哦 哦 你们如果说 下次你们再找一张 这里布满一大堆信众的 哦 还有信众 对 那前面不是一个大平台吗 老师那信众都要跪着吧 跪着 通常跪着 那这里有个大平台 那大平台呢 是一个舞台 这个少年真的有这样子的 一个场域 这样子啊 现在中国建筑在唐朝啊 留下来的非常少 但是蛛丝马迹看出来 有这样规模的佛饰 确实在 确实有 因为前面还要有这么大的 这个通常只有 这个皇帝住的地方才有嘛 而且我跟你讲 不只是这个舞台 它舞台 是立在水上 哈 这这是水 哇 那那个 所以这个是桥 你看 他这里有几十根 有了 我看到 他插在水中 哇 那那个时候的建筑是了不起 了不起 对 他还去想 想到这样子来盖 对 插在水中的结构 那这里是跳舞的 对不对 这个地方呢 是文舞场 所以文艺场 舞场就是 就是 就是敲鼓 哦 锣鼓点 那这边是诗族 哦 就是那个二胡之类的 所以我们说胡琴 琵琶 都是西域来的嘛 这边是演奏 这边是锣鼓点 西域来 后来变国乐的 对 这融进来了 嗯 那这个是一个舞台 这哦 佛说之舞在这里表演 哦 他们是礼佛 尊敬佛 所以他演奏乐器 可以跳舞来供佛 听众朋友你看光一张图 你有多少知识海洋在里面 真的是 好棒啊 而且 千万要去看哦 左边右边楼阁 就是跟我们现在 龙山寺什么一样 他有中跟鼓 中楼鼓楼 这是有SOP的 对 当时他就有中楼鼓楼 哦 那有些时候呢 因为他们也怕 敌对者来攻打他 还有防御性的 这个是角楼 哦 监视的 因为上面要放枪了 那个时候哪有枪啊 那时候的和尚 和尚啊 叫武功啊 武僧 跟少林寺一样 这个是有考据的吗 有啊 要练武 因为有敌对者 哦 所以他们就站在这个上面 站在这个上面 在转角的地方 嗯 就是保护 防御性质的建筑 对对对 好 雕楼 雕堡楼 我这讲回来了 请问一下这个这个范姜老师 那我们这一次 展品怎么个选择 我们是跟敦煌研究院那边来讨论 那么这一次我们的线上展 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是莫高窟的258 跟第十二窟 哦 那这两个窟就是有特别的 我们有虚拟的这个影像 在我们的线上 嗯 这样 所以呃 为什么要特别挑挑这两个目标 标地 嗯 哦 因为这我们太多了 对很多 嗯 所以从过去几届以来 我们有呃 挑了不同的 对不同的窟 嗯 那这一次就是特别是258跟12窟 哦 那12窟其实就是 刚刚李老师有讲的 晶变图 哦 对 在在这里面 是 那这两个窟 在我们的线上展里面 就是特别我们有做了这个虚拟的影像 是 哦 那 所以呃 这个大家只要上线上去看 就可以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身体这个身丽其境的感受到这个很震撼的敦煌之美 嗯 然后这次很特别的是你们还利用了AR VR的技术来呈现 是 这个要怎么做到啊 那个那个那个content那个那个那个也是功夫哦 是是 所以呃 我们其实有这个呃肉眼也可以是哦 那或者是说像我们现在的呃手机 比如说我们在看YouTube的时候 不是也可以呃点那个呃AR的功能嘛 哦 他就是有变成两两个 对对对对变立体了 就是同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在网站上面看我们的这个敦煌 是基金会特别找人做的 还是说他们在在在在在对岸他们就已经做好了 在敦煌都已经做好了 敦煌研究院他们做好了 所以我们这一次 数位化的程度这么高 是是 所以我们就是用线上串联的方式去串 那个呃敦煌研究院的资料库 然后就一部分让大家来看 现在我们在数位的进行当中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哇这越来越好看哦 是是 而且李老师他李老师说他自己去敦煌好多次 嗯那现在的我们呃台湾的学生很幸运了 就是不用到现场我们就可以非常非常清楚 虚拟实境 对看到李老师刚刚讲的什么颜色跟什么线条都非常清楚 看归看啊像我看老师不在我看 我看我看我看没有啊 我只能说啊就漂亮就漂亮 对不对没有你说我怎么知道他这个是表演场这个是 对对像我虽然是现场看但是现场比较暗 我看了可能还没有你现在这个虚拟实境看得清楚 真的假的 那现场很暗 因为它也不能光 因为怕光害 对不对 影响那个颜色 所以这个是造福人群 好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了 待会就 两位带领我们进去 进去这个展览 举几个重点的 跟我们来乒乓一下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从此刻开始 一直到7月15号 这个线上 线上的展览 它叫做千年营造 敦煌建筑之美 千年营造 敦煌建筑之美 所以我们今天 特别请到主办单位 这个沈村子文教基金会的 副秘书长 范江派基老师 还有这个专业的 这个教授 台湾艺术大学的 艺术管理和文化政策研究所的 李前朗教授 那前面两段 我们已经给大家 稍微简单的介绍过 这是一个三个单位 共同联合主办的 包括中国宋庆林基金会 包括敦煌研究院 还有沈村池文教基金会 我光是这样子 粗浅的 看了那个前面两段 听了前面两段 我就觉得好感动 我觉得好棒 老师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继续 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幅 它是什么东西 我们知道在这个岩石上 你要做佛式 就把一个石头 变成一个庙 是一个简法的建筑物 简法 因为夹法是拿梁柱瓦 堆一个建筑物 这是夹法 是 它现在是在一个岩石山里面 打一个洞 往里面磕 对往里面磕 那把 好难喔 晦气的石头 搬出来 这样是简法 简法的建筑物 因为本来它是满满的 对 然后现在我就弄弄弄弄弄空了 那跟我们现在盖房子是加法 不一样 印钢筋印水泥 那不一样 一直加嘛 简法 问题是你如果想让这个枯比较大的时候 怕它会瘫荒 是 因为它要柱子 是 他们就很聪明的 把这个柱子呢 扩大成为一个佛座 喔 你看有个佛座 一个大石头 对 一个大石头直接 直接当柱子 然后也当成一个 创作的媒体 对 对不对 对 那有些时候这个柱子是正方形啊 它会有四面佛 这里正面有一个佛 左边右边后面都有佛 那我们知道佛教在礼佛啊 它是要绕佛的 绕佛 刚刚好就绕了这个柱子 这个叫中心塔柱形式的 有些时候像一个塔 有些时候像一个柱子 老师看看它的图腾啊什么 这好像不是 不是属于中国原生的东西 还是跟西域有关 对不对 这个是佛教 它的原来的形式 就是这样 比如说佛教因为是印度出现的 是 所以印度因为体又非常炎热 所以所有的佛像喔 衣服都穿的很少 比较少 并不是说他故意要露出什么 什么肉给你看 秀肌肉 不是因为印度它是热的 所以寒带出现的宗教啊 就穿很多衣服 是 那热带出现的宗教呢 他衣服是很少的 就拼一个架沙 那自己说胶脚 胶脚呢 这个是早期佛教刚出现的时候 很喜欢用的一种 知识 胶脚菩萨 胶脚 是 一般像后来这个密宗博士 他也喜欢做胶脚 这有特殊的意义 而不是盘坐 这有没有特殊的 他早期的他们印度人 喜欢做这个胶脚的 那他有两个意义的 一个是这样子 如果他是在 一个台座上 他们就 这个幅坐 幅坐就是 这个整个脚盘上来 那就盘了 对 那如果他是在野外的话呢 他们有一个胶椅 他坐高了 他坐高了这两只 这个小腿啊 脚的摆法 对他不盘上来 他就变成X型 胶脚 胶脚 这个这个是一个习惯 而且这个是比较早期 还是是一个理智 比较早期 早期的佛像 哦 有有 你看他这个胶脚 是 那另外的话呢 他后面呢 会有三个光 光芒万丈 头的后面这一个环呢 叫做头光 头光 对 然后背啊 还会有两个光 背 唯一想这个叫背光 嗯 这个叫背光 这个 比较大的 像蜡烛的这个 是 另外还有肩膀啊会有两个 类似翅膀 这个叫肩光 肩也花光 头也花光 整个背都花光 老师这是出于 山光 出于 出于 出于创作者的想象 对 他们认为他有智慧 有智慧就光芒万丈 这创作者的想象 还是说 佛经里面的阐述 佛经里面也有讲 他一定是跟着佛经去做 对 智慧者 所以我说 晶辩图 佛经里面讲的 他用图像把它表现出来 哦 老师那下面 两个 左右 下面这两个就是左右护法 像这个你看 他看不清楚 他还有头光 哦 表示他也很道型很高 哦 有通的就是 像我们环神啊 不会有光 对不对 啊 我们除非啊 你这个头发很少 还会有一点 还要 还要月亮 粗子得跟月亮 对对对对 那像这两个叫护法 你也知道 保护这个 可是他有姿态的 老师 对他 通常他把手举起来 通常都是 护法 护法其实就是 就是警卫的意思 就是耀武扬威 对 就是说我要有武功 你不要随便靠去 他有时候会有武器的 哦 金刚柱啊 什么之类的 哦 这个这个 他这个还比较少 因为他是一个 一个祖佛 嗯 那两个护法 对不对 通常在旁边啊 嗯 还会有 这个邪式菩萨 就服侍他的菩萨 啊 因为菩萨比佛位阶稍低一点 嗯 还有菩萨 菩萨来来来礼佛 对 来来对 来伺候 来伺候他 哦 然后旁边可能还有两个 叫做弟子 他的学生 他的弟子 哦 所以我们常常讲 一佛二菩萨 哦 二弟子 哦 哦 二 是护法 一定要二的 二的这个 左右左右 哦 老师那我还有个问题哦 那这个就是中心狼柱嘛 对 然后主神滩 对 那边咧 边这些 我跟你讲 对边的话 因为他的绕佛 对不对 旁边的墙壁啊 就叼满的佛像 叫万佛嘛 那里面都是什么佛 有没有名字 因为我跟你讲 他们说人人皆可成佛 所以呢基督教没有那么多的神 除了这个三位一体上帝 还有道教也没有那么多 佛教啊 他这个理论非常微妙 佛在哪里 佛在你心中 我佛心中做 对 你不要指外面 其实呢 你自己就是 问题是你要修 哦 所以人人皆有机会 个个没把握 不是 哈哈哈 这样坏事干多了 你这里又在讲禅了 我刚刚一天 你说人人有机会 我好开心哦 所以他为什么要千活动 万活动 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可是老师 那他是每一个表情都不一样 还是 都是微笑 都是微笑 神龙要微笑 哦 微笑 这上面的是不是也很特别 对对对 这上面 我说怕他塌下来 好像瓷砖哦 对 好像花纹那种 这个就是找井 因为井这个字你看 是两横两树 对九宫格 对 就是古时候的井 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圆了 是方的 哦真的啊 是方的 OK 打成井字形 这种图形 是 这个不是啊 这怎么看它是井字形 我给你讲 他这个是井字形 都那个莲花 哦 第二次把井字形转45度 这个叫磨角井字 磨个边 哦 第一次 第二次 哦 转一下 第三次 立体了 第四次 哦 这等一下 这叫莫宝 好吧 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这老师 李全朗教授画的 要有三次 对 这样有这样 他转转转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图上面 也看到这个老师画的 对就是这样子 他已经转了一次 这里 这他创作者的概念 对不对 就是说他在画的时候 用这个 对不对 可是以前 重点是以前 没有那些器材 他得要算很准确 对对对 这有怎么来的 这没研究到了 这个是力学 通常一般来讲 他现在是用画的 对 那有一种 是真正用木头 把它搭起来 哦 我应该是这样讲 你拿四个木头 这样放 是 然后再放四个 这个 他就会高一点 嗯 再放四个 其实他其实一直落 一直落 他会有点像个金字塔一样 那你这样看就很好看 所以屋顶上面看 就是 是尖上去的 哦 对对 所以也有一些研究的学者 说这个idea 是不是从帐篷里面来的 有可能啊 帐篷就这样做 对对对 有可能 猜测 猜测 那我们不管它的源头 我们看到的结果 这样就叫做找景 老师这个算是保存的算好 这个很好 因为颜色 对 都很 都都都还存在的 看得很清晰 对对对对 并没有 对这个有 除了底座有一点点模糊 对因为会被人摸 老师他底座这些的 供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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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人啊 都在桌子底下 供养人 也不不刻个名字 我怎么知道 对不对 我们先来去 那我刚才跟你讲 他们不试字啊 他们用图像 哦 你说他不试字 也不简单 他有些时候 会在这里落款 对对对 雕刻的人 就作者 作者 还有年代 哦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清楚 几乎 这敦煌的 千百窟里面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 知道他的年代 哦 那这个很重要 这很重要 在一个艺术品 艺术品 你不知道年代 你什么也不能 白研究 白研究嘛 哦 所以他知道 他有魏晋南北朝的 有初堂 中堂 圣堂 哦 老师这 这 对啊 那这个更精彩了 哦 真的 这个就是 祖 祖的佛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他次要 他都有背光的 投光的 哦 这两个 原来就是光 算是他 他的 配属的 哦 可能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这两个小的 可能是他的弟子 欧南跟家业 哦 那这两个就是 文殊普贤 哦 正面哦 那这里有个叫 火焰式的 背光 火焰式 火焰式 fire 对哦 这个 这个是印度式的 这个是水蜜桃式 水蜜桃 有点像馒头 哦 哦 哦 然后这个是着景 你看他就转了 转了一次 两次 三次 他转三次哦 先是莲花 然后一个方 对不对 老师转几次是不是有意义的 哎 转因为都是要高级啊 都都都都一直转啊 一直转啊 然后就最后变成是一个斜的 就我们叫做互斗形 斗是这样子 互拨 互斗 哦 盖过来 盖过来 嗯 那现在我跟各位在讲这个图片 这里怎么会有几个洞啊 三个蹦康 对 不止三个蹦康啊 不止不止 这边四个 这边四个 这是什么意思 我跟你讲 这个是神像 和像 这个呢 是出家人 自己要坐进去 修行 不是人人皆可成佛吗 你要修行 他就进去 残窟 残 坐禅 老师那这个是不是他 他要在里面准备 在里面要要要要 圆集 真的假的啊 他什么时候圆集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先准备好 对他准备好 但是他每天都要来 修佛就是你每天都要做这些事情啊 你让每天在里面 对 打坐一段时间就对了 对 然后除了吃饭 上洗手间 你可以离开这个窟 老师你讲到这个 所以这种叫做 叫做这个 禅 窟 禅窟 坐禅的窟 哦 OK 等于是个教室了 对 那不是老师 那 他们 礼佛的人每天 每天要来 那他生活作息 跟这个 在这里完成 还比如说OK 要吃东西出去 上厕所出去 有人会拿来给他用餐 哦 外送 原来 哈哈 就有 天天打 吴博鱼 吴博鱼 外送 真的假的啦 真的 我是开玩笑乱讲的 没有错 地址送过来 地址送过来 哦 哇哦 所以这个 OK 这个 很多 所以这种叫残窟 通常是这边 如果四个 这边也会有四个 要对称 那这里不会有 这里是那个门 哦 入口 入口 可是他这个好丰富 你进来会不会头晕啊 你说 哦 很灰 不不 那西方的基督教的教堂也是一样 也对了 彩色玻璃 他们其实就藉由这些图像啊 嗯 把佛经的意境讲出来 还有故事 讲故事啊 嗯 讲最出名的故事 就是说那个有个盗匪哦 嗯 啊他这么这个吃人家的小孩 哦 鬼母子 那人家后来就把他的儿子都抓去杀掉 啊人家这个抓他的儿子他自己就很舍不得 嗯 于是人家说那你的儿子被我抓去 你都舍不得 那别人的儿子呢 你怎么看 那他盼然悔悟 对 啊这个大家知道故事 他就把他画出来 诶有这样的故事哦 鬼母子 哦 啊然后还有强盗 在路上要抢劫人家 那遇到佛 佛说 劝他说你不能可以做这种 杀人 放佛的勾当 放下徒道 对对对 立地成佛 对对 那他悔改了 这样又这个故事 哦 我们现在看起来 也许是很幼稚的故事 不会 但是在那个年代 如果这个年代更要 更要 别那么乱 还没有了看我们进一段广告 继续回到 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现场 我们继续跟 来特别来到我们现场的 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的副秘书长 范江泰基老师 还有台湾艺术大学的 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所的 李前朗教授 李老师不用多介绍 大家随便打三个字 自己去查 你都念不完呢 我们继续聊这个 千年营造 敦煌建筑之美 来 今天这个图片 我以为是卧佛 可是刚刚 李老师李教授讲 不是 那个只是俗名 他有一个正确的称呼 就是所谓的虐磐 虐磐佛 虐磐 虐磐就是要成佛了嘛 对要成佛了 对不对 那个最后那一刹那 蛤 那不是 我们不是有的是要做的对不对 一般来讲到虐磐他要躺下去了 是哦 要头在右边 你不可以反 头不可以在左边 头要在右边 哦有规定了 对那一只手拖着塞 嗯 另外一只手 扶着自己的身体 扶着自己身体 他有个标准姿势 这里身体 左手 对对 右手在扶着头 这个是这个是 呃经书上里面的 对叫双 双灵入灭 这世间摩尼佛 他就是收了很多弟子 弟子都在后面 哦 弟子都在后面 嗯 然后呢 他最后 要这个虐磐的时候 哦 圆极啦 圆极 要虐磐的时候呢 是在两棵 树的当中 他后面 他们后面会画两棵绿绿的树 我这里画一棵 哦 所以叫双灵入灭 哦 在两棵树中间 这个只是一个背景 说后面不是空的 这两棵树 嗯 他在两棵树中间 他要圆极的 那圆极的时候 他不是站着 不是说这个 这个 坐卧 不是 他是卧着的 我们也叫卧佛 嗯 卧佛就是他要圆极的 他要虐磐的 嗯 那这时候他的弟子 统统要来送行 最后一面 对 算最后一面 就后面的弟子呢 有的人在哭 有的人 看得见 很沮丧 说哎哟哟 我们的老师要离开了 这个要离开了 但是有的人在笑 哎 认为这个 这个是伟大的 得到升天 得到升天 那这里他们就是说 在跟众人讲 众生讲说 对于佛要涅槃啊 每一个人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哦 有的人觉得悲伤 他要离开了 那有人觉得要高兴 反正要把这个情景啊 透过图像 这个在佛经里面有 他透过图像 把他画出来 哦 那一般来讲的话 要标一个 涅槃佛 卧佛 嗯 这个枯要比较大 很大 要很长 对 在那个 武威啊 张义九千尊王 在武威张义这带 有些大的庙 也有 供的就是卧佛 哇 那个庙之大 你从左边走到右边 大概走一分钟 这么长 很大庙 里面要共一尊 这个 我在泰国也看过 对 然后这就反正都是佛教 所以他们大概 教义是差不多 老师下面的这些 又是供养人 哦 供养人永远在下面 出钱的人 哦 他是有一个规矩 上面呢 就是着景 哦 再来就是所谓 飞天乐祭 嗯 飞天的那些乐师 对 啊 长这个翅膀啊 飞啊飞啊 然后中间这一层呢 就是佛 哦 弟子佛 嗯 那在下面一层呢 是金刚力士 等于警卫 哦 保护他的 保护他的 警戒的 警戒 最下面一层呢 才是 凡夫俗子 哦 出钱的人 不会啦 出钱的不是最大 出钱的是最卑微的 哦 他还是有露脸嘛 后人看到说 啊 那我爸爸 对 对 我们这一次的 线上展的主题是千年营造 对 所以在营造上面 我们也请那个老师帮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很特殊的一定要这个很出名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呢一般敦煌我们出土的东西一般都是浮雕而已 他们就是用画的 嗯 对不对 嗯 这个居然呢 他有一个实体物 四滴的真正的 对 他是一个钟楼 哦 钟楼 夜饭终身道客传 哦 他通常是在这个寺院的外围是吧 还是在边缘 边缘 因为他的这个终身啊可以传千里哦那佛教的这种传播他的他的这个福音呢他是用好几种技巧 比如说他让你鼻子闻到你进入佛境他就要烧檀香哦 所以你靠近一个佛式大概不到两百公尺哦 其实开始有味道 你已经有味道了哦 嗯 然后呢你的耳朵呢听到当当 哦 或者木鱼 木鱼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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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就知道 还有一种金属波 对 对 有没有 那声音很好听 所以他藉由声音 波的声音 钟的声音 还有味道 嗯 导引你进入 让你进入进入佛境 哦原来以前就有无感体验这件事 对对对 完全是按照你的感官 你的五官 感官 感染你 那么叫感染 哦 所以钟楼很重要 是 那钟楼就是要高声音在传播的源 所以会有这个这次展览会有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呃呃在真正的敦煌里面 他是有这样子形式的建筑在里面 那这个钟楼的这个具体的他很重要是让我们知道呢 古时候的这个佛教哦 他的屋顶哦 不会是平的 他会有一个要叫塔叉 塔叉 我们说一刹那 佛境里面 就是非常短的时间 嗯 那怎么样代表非常短的时间呢 怎么怎么代表 他就做一个叫向轮 就有很多小圈圈都都都都接接接接接 这有意思的 对 通常都是九个啊或者是十三个 激素 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真的久 真的久 对呀 七素 因为杨是酒 殷是藕 我们说十八成地益 哎哟 没有 螂素嘛 十三天 哦 上面是羊 以下是阴 但是它的意思是 そして指 就是我们要成活的时候呢 是这样你的灵魂啊 就这样透过这个尖端到这个最高的地方就化了 好像触电了 化掉了 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地方如果不放松的话 这里是你做修行的地方 你在打坐 然后你到了一个境界呢 你灵魂就出窍了 你那个臭皮囊没有用 臭皮囊 那这个上面呢 会出现这个 所以一出现这个的话呢 就不是道教建筑 就不是基督教 基督教是这样子啊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佛教建筑 塔叉 那在底下呢 还有四个翘起来的 叫做山花椒叶 有点像芭蕉 但是这种山花椒叶 有原因的 对 这也是印度啊 释迦摩尼佛那个时代 很喜欢用的一种图形 山花椒叶 翘起来的 哦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就看出来 这样子 塔叉下面的这两个 对对对 这四个 那后面还有两个 立体的 所以我们只要看到有山花椒叶 还有激素的这个轮子 好像轮台 又叫塔叉 这个就是一个佛教建筑 哦 那因为 可是现在台湾也没有看到这种 哎佛教的庙就有了 你去佛光山看看 昕与法师那个 哇 那座好大哦 哦 他就有 他有按照佛镜的底下做 哦 那这个模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中国建筑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是 就有很多的曲线 哦 在汉朝直线 是青石 哦 屋顶的 线条 是直的 直的 是直的 但是后来变成这样 变成 变成 有特殊的原因吗 一定 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 哦 因为佛教喜欢比较软 哦 柔 像那个云 哦 这个是受到佛教影响 曲线非常明显 哦 然后再看底下 这个地方是栏杆 术语叫平座 平座 人可以上去哦 哦 那底下有斗拱 你看到没有 有有有有 可见那斗拱的技巧在敦煌这个年代 就有了 又有了 这里有 一斗三深 一斗三深 斗是大的 深是小的 就四个斗了 老师深怎么写 都是凉气 一斗 嗯 三深 哦 那斗是 大颗的 哦 小颗 哦 然后放三个 哦 然后再让木头把它连起来 哦 这样子哦 哦 红色的一个木头 哦 哦 这样懂了 哦 这是建筑啊 建筑啊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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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的 瓶 瓶 你翻过来 这两个赛上面 这个 他这样 倒过来的瓶 他这样像树枝 树枝在分岔 他把力道分散 对 所以有些说 所以有个屋井这样的 这里会这样的 这里会这样的 你看 一斗 其实寺庙建筑 这也算是 这个这么逼真 你看 所以斗拱也放在下面 也放在上头 都有 你看 都有 对 那这个是斗 那这个弯弯的叫拱 红的是拱 绿的是斗 他也拖着这个栏杆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再下来更有趣 再下来 为什么是这个颜色 再下来 好像瓷砖 对 不是啦 木头 应该算是 石头 他有没有特殊意义 老师 一般来讲的话 他们有些时候 会有这种做法 就是他里面 如果有泥巴的话 他外面 会用石片或桃片 把它保固 那怕他掉下来 每一个桃片 挖一个小洞 酸 对 让一个酸子搓进去 他那个有时候叫扭 像这个门 这个一个一个 这个扭 对 那这个扭跟这个一样 因为他这个地方有铁皮 城门嘛 他怕人家用火去烧它 去供它 我要攻打你 我把你收掉不就好了吗 他用铁皮 用铁器 那么每一个铁皮上面 下来有个扭 有个铁钉啊 图钉啊 扣住 老师现在到故宫都还在 所以这个不是装饰 这个是要使用的 有功能的 他的铁片不是一整片 对他们来讲 要做一个门铁片 这太难了 他根本就是一小片 一个一个听街 有点像那个铁甲武士 或者是铠甲 铠甲 其实是一片一片 那每一片下一个扭 把它抠住 抠住 穿的我也走不动了 你还是把我杀了 是不是这样说 还有就是说拱 在当时他们不流行做圆拱 圆拱 他们是方的 对他们是梯形拱 哦 到宋朝的 直接 直接这样子 清明上和书里面都还是 清明上和书不是有个城门吗 哇 好了 听众朋友啊 这个好听的东西啊 时间永远都不够 你真的要听 以前朗教授李老师要讲的话 你可能要花三个月 才能把 而且三个月不是把这个讲完 对不对 哈哈 我们今天花了时间 非常谢谢两位神村子文教基金会 副秘书长范江太基老师 还有台湾艺术大学的 这艺术管理 与文化政策研究所的李前朗教授 到我们现场来跟我们来分享 很棒的 为什么因为 到此刻开始一直到7月15号 千年营造敦煌建筑之美 大家可能打关键字上网 你就可以去看了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线上展 今年是第四次了 对不对 第四次以后会一直下去 对不对 我们会持续下去 我觉得今天光是你看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光是听老师啊 就讲几个 就已经欲罢不能了 那可 那里有多少千千万万个 那到底有多少个老师 那里面有到底有多少个啊 你说 几个窟啊 那不止啊 那大概有 现在各 张大千也编号 日本人也编号 那西方的 日本人也着迷 编号 那现在已经知道了 接近这个八百多窟 哇 好了 大大小小的洞 今天谢谢两位到我们现场来 也非常的鼓励所有的观众朋友 跟听众朋友啊 到线上来看这个展览 所有历史文化 艺术的东西要都在里面 不要错过 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办 又要再过 我们下半年还会 目前正在规划当中 明年也还会有 因为就像刚刚李老师讲 八百多窟嘛 对 很值得继续往下做 太棒了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今天不要忘了 再念一遍 千年营造敦煌建筑之美 谢谢两位到我们现场来 谢谢两位的谢谢 谢谢 谢谢